新闻来源 议会 过去30年里 意大利经济经历了长期停滞 如今其经济体量在全球的比重与1990年的中国相当 意大利Investary Agai网站文章称 当谈到经济长期停滞时 世界上通常会想到两个国家 日本和意大利 经合组织的数据早已表明 意大利是唯一自1990年以来实际工资出现下降的劳动市场 这清楚地反映了意大利经济多年来的疲软 那么 意大利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经济的比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以下数据将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 意大利经济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 1990年 意大利的GDP为1.181万亿美元 同年 中国的GDP仅为0.395万亿美元 印度为0.27万亿美元 当时 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几乎是中印两国总和的两倍 相对于全球GDP 意大利占比6% 到2023年 意大利的GDP为2.255万亿美元 中国则排升至17.795万亿美元 印度为3.35万亿美元 在这33年间 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几乎从中印两国的两倍缩水到了十分之一 相对于全球GDP 占比从6%降至2.1% 几乎与199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占比相当 事实上 全球GDP在过去33年里以平均5.75%的速度增长 中国的增长率达到13.5% 而意大利经济则步履蹒跚 年均增长仅为2.2% 其中还包括通货膨胀 毫无疑问 世界经济变得更加平衡 如今 中国经济占全球GDP的17% 其人口占比也大致相同 相比之下 意大利人口仅占全球的0.7% 但其人均财富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 老牌欧洲影响力的下降 数据显示 1990年 德国 法国 意大利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21.5% 到2023年 这一比例已降至9.3% 欧洲老牌工业经济强国 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失去了部分优势 可以理解的是 更成熟或发达的经济体增长速度 比起步条件相对落后的经济体要慢得多 尽管目前中国的人均财富仍然比意大利少三倍 但由于其人口远远超过意大利 如今已在与美国竞争领先地位 要知道 中国在25到30年前 还被视为第三世界经济体 这些数据说明 曾在冷战期间称为第一世界国家的意大利 其经济重要性逐年下降 随之而来的还有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下降 新兴经济体如今几乎占全球GDP的一半 这些国家显然不愿意继续接受 二战后为西方量身定制的规则 意大利经济增速落后于德法 1990年 意大利GDP约为德国的三分之二 法国的93% 2023年已分别降至51%和74% 若意大利经济能够以德国和法国的速度增长 如今的GDP可增加1万亿美元 达到近3.2万亿美元 占全球3% 文章称 因此 尽管德国和法国这两大欧洲经济体的增速也相对较慢 但意大利与其埋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 不如反思过去几十年未能跟上德法的步伐